台湾由于室内室外都已经解了口罩令 基本上大家对于疫情之后的生活 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安排跟重启 南韩上周单日新增平均不到一万例 九个月来最低 所以南韩政府宣布疫情进入一个安定阶段 就他们的话语来说 是开始讨论复长计划 恢复长轨的计划 最快在三月底复长计划就会具体实施 它可能会解除确诊者隔离的义务 而且也有可能全面松绑南韩的室内口罩令 南韩的边境防疫 从这个星期六十一号开始 中国大陆的游客入境南韩 都不用再提事前的阴性报告了 人川机场的人潮明显回龙 机场内的免税店经营权重新招标 中国国营免税品的集团参与竞标 让南韩业者开始担心 南韩气温回暖 庆上南道静州市敦志山 一万株梅花树在山头静香绽放 宣告春天的到来 也吸引观光客打卡留念 红梅交燕白梅剃透 占地一万五千平的梅林 15年来都由地主造警师夫妇 一手打理 随着新冠疫情趋缓 也免费开放给一般民众参观 时隔三十五周南韩周间 单日平均新增降到一万例下 感染再生指数维持九周没拓一 南韩防疫当局认为 疫情已经进入安定阶段 因此启动负长政策讨论会议 最快三月底公布具体规划 可能解除确诊隔离义务 并进一步松绑口罩令 不过南韩次世代疫苗 打气依旧不佳 专家担忧防疫下调之后 僵尸高龄以及慢性病患者等 感染高风险群更属于危险当中 一月份南韩疗养机构 重复感染率突破六成 确实有加强管理的必要 至于边境防疫措施 南韩判断中国大陆疫情平稳 未出现新变种病毒 因此先是在三月初 解除了陆客落地检疫物 这个月十一后将在取消 行前登陆制 陆客入境南韩之前 不再需要提供PCR阴性报告 南韩交通部与中国大陆民航总局 近期也达成协议 来往韩中的飞机航班全面增编 三月底前每周有望超过两百班次 恢复疫前规模指日可待 仁川机场纪念一月份 国际线旅客数已经突破三百八十万 是去年的十倍之多 机场人潮回龙 免税市场复苏 仁川机场免税店经营权 今年重新开放招标 除了南韩四大免税品集团 就连中国国营免税品集团 也递交了投标申请 三月中将进行首次资料审查 具有价格优势的中缅集团 占上风 南韩免税品业界如坐征战 因为若最终让中缅集团 拿下仁川机场免税店 未来十年经营权 可能变相导致外汇流出 南韩补教市场也有回问迹象 根据统计 去年南韩学童补习费用 高达二十六兆韩元 超过台币六千亿 刷新记录 疫情年间家长担忧 学历落差是主要原因 学生补习率将近八成 人均每月课外辅导费用 超过四十万韩元 将近台币九千三百元 专家担忧会让年轻世代 更加恐生 势必推升南韩少子化危机 TBS新闻综合报道 TBS新闻综合报道